好,不得了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給誰的花崩 是,環崩 很聰明,你說甚麼都聽得來 來到這裡,你們第一個選擇是甚麼 我感覺到有歷史的氣息 歷史 現在有很多東西吃 為何娟姨說 娟姨可能說不同話 我是娟姨 娟姨,來 作為一個長期單身的女士 你是永久單身 甚麼像技 是,甚麼氣息 氣息源自於後面 看到有個摩天輪嗎 上面有100萬顆LE的彩燈 晚上亮了,很浪漫 如果你用它數來,就不得了 有告白摩天輪之稱 對,千萬不要吵架時 要吵摩天輪 兩個人很尷尬 你們有感受到很重要的東西嗎 哪裡… 很熱 這是最直接的感受 還有煙 對 看來看,其實… 你說得不知道 還有後面,你看 這裡有一個八大料的剪戀 剪戀… 是 做了第七年的麵包剪 快點看看,有很多麵包吃 是 去吃麵包 甚麼 去吃麵包 我吃麵包,走吧 吃麵包 這麼晚,還吃麵包 真的、很酷 我吃麵包 如果是可惜 做麵包 做麵包 然後吃麵包 最好 然後吃麵包 麵包店,麵包店已經在第七年 第七年? 第七年,你也要做麵包店 現在有兩個很出色的麵包 我要讓你們試試 不,是冷的 包袱不是冷的,麵包是冷的 因為裡面有奶油 奶油是口感,好像吃的 冰淇淇淇 雪糕麵包? 對 但它不是雪糕,是奶油 那外面的就不用買了 你知道就好了 對,不要這麼誇張 你放一個吧 一人拿10個就行了 好… 好… 還要付錢嗎 還有一個 這個果醬不得了 藍莓果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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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藍莓果醬 好 他說這個質地 加上麵包,一絲很黏 你先試試,買了4800 4800 我們有多少厘米 我們有9000 9000 對,待會我們要買兩個好多麵包 那怎麼辦 你好,謝謝… 去日本想速食好東西? 最重要是懂得刮出來 這個黃斌麵包制 集合了全國最值得吃的麵包 還要是經日本人認證 每一間不是拿過獎 就是平日熱得連排隊也試不到 可以進來吃,就不怕走冤枉路 這個是長期遠過你的 一個咖喱牛肉包 咖喱牛大皮炫煎 旁邊也有 吃飯 旁邊也有 香港也有 不同 是 因為它用讚旗牛 讚旗… 讚旗烏丼,我聽得多 讚旗牛肉是有的 讚旗牛是很少的 不知道味道 再加上這道菜 就是一天可以賣2440元 這麼精準? 而且它說皮膚很薄 然後鹹鳥很濃 很多 即是一咬就馬上汁掉出來 只吃到餡料 即是價值得很高 價值得很高 一個700日圓 700日圓? 700日圓 即是… 即是我們11200日圓 可以買多少個 11700日圓 1個… 1個… 前面有沒有位置 你快點選吧 現在買不到一個也買不到 幾個 5735 15個 謝謝 你不賺10個 你全都買了… 150個 我跟她說我有多少,買多少 我就覺得好像很帥 你們兩個在這裡做甚麼 不知道,我看到很多人排隊 我們就排隊 都說你們聰明聰明 一般來說,咖喱包是用洋蔥 但它是用長蔥 長蔥? 沒錯,知道為甚麼用長蔥嗎 不知道 因為當時打仗的時候 當然沒有洋蔥 他們就用長蔥來大替洋蔥 然後這個包其實不是經常都有 這次的展覽只有三天 限定300個,買完就沒有了 300個… 沒錯 三隻,我們加起來 畢竟我們是貴賓的,對吧 排隊那麼辛苦 你看 我們排了很久 我們排了很久 你慢慢排吧,是貴賓的 可以出貴賓嗎 為甚麼剛才我們要排隊買包 因為日本人為何這麼喜歡吃包 是十年前金融風暴 所以當時大家都很窮 以前很喜歡吃蛋糕 買了青點蒜 就買了麵包 麵包越大越多 就搞到麵包戰 大家很喜歡吃麵包 到現在很喜歡吃麵包 我就這樣問 很簡單 先吃哪個 先吃蘋果 哪個都是蘋果,當然會吃鹹 這個炸了… 回來… 你買完了嗎?終於 我給你聽 你切了 當然,如果不切,怎麼吃 你看裡面 真的有整個蘋果在這裡 是嗎?蘋果的中間 還要加一些朱古力醬 不像平常的爽口 試試吧… 你先來嘗嘗… 可以小口一點 這個蘋果好像平常吃的甜品啫喱 浸在頭水,汁味有點像水蜜桃 有很多汁,但汁味不太甜 小姐,裡面的朱古力醬 不是很甜 所以她不會很生氣 她說蘋果才是水蜜桃 很搞笑 我聽你吃過水蜜桃 對,怎樣吃 真的很像蘋果 當然是用蘋果醃進去醃進去 有酒味 有酒味 不如我們試試其他 好,我們先吃這個長蜂包 除了蔥,還有其他餡料 剛才你說的不是番茄碎 是咖喱飯旁邊的… 酸酸味道菜開胃 怎樣?感覺 我覺得跟洋蔥有甚麼不同 這個爽口很多 洋蔥通常都煮得很軟 但這個的口感比較好 我覺得… 你覺得呢? 想念家媽媽做的咖喱洋蔥飯 然後我再嘗嘗另一個 咖喱牛肉… 很厲害 我也是咖喱 不知道兩個咖喱有甚麼分別 很多,這個比剛才的餡料多 開的時候,感覺到皮的不同 這個真的薄很多 這個像餡餅 沒有吃過北京餡餅 都是皮很薄,裡面有很多餡料 我反而覺得好像在吃炸薯餅 因為外面的麵包炸完後 薄得我根本不覺得是麵包皮 而且大哥,你看到它的牛肉 很大 這麼大 整塊牛肉這麼厲害 其實你們喜歡哪個 我喜歡這個 我喜歡這個的皮 那個的鹹 因為我馬上吃到牛肉 那時候每個都吃炸 沒有了 橫賓麵包就是一個場地 是連日本人都推薦的麵包 還浪費錢浪費時間排隊 扔掉你的旅遊書吧 你還沒坐牢 你還沒帶我來這裡寫信給你嗎 我沒想到寄信 因為每一樣東西都有一個故事 你要了解它的故事才行 好,這是甚麼故事 以前這裡是一個遊客 經過改建而成 現在這裡有得玩、有得買、有得吃 吃東西才行 吃東西才行 這個故事還沒說完 你今天這麼多話說 不,其實為何要帶你來 就是這條吃街 已經有15間店舖 15間店舖? 食物的小店 這麼多間? 對,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你選擇,看看吧 還有甚麼 沒甚麼要說 去食店舖就等於頹食 全都錯了 這裡大部分的食肆 在不同縣市都是爆人氣的 來這裡給貼地的價錢就能吃到 金剛大哥還說在這間 長期縣的店舖裡 找到他人生沒吃過的牛肉味道 我知道你喜歡吃肉,大哥 這裡餐廳最有名的 就是把牛肉配合不同其他食材 而做出一些混合菜 更厲害? 對,你看到這碗就是肉的壽司 不如我們可以動手試試 好… 我吃這個吧 那好吧,我也吃這個 我給你吃… 這是全生的 平時不是紫菜包著的嗎 現在不是,是用牛肉包著 真是生牛肉夾著… 大哥,它不是生牛肉 它是經過低溫加熱處理 低溫加熱處理? 對,因為確保它可以殺菌 怕有些人吃生牛肉 肚子會不舒服 因為它太軟了 又是跟海膽融為一體 究竟肉手術會否滿足你們 暫時不行 你們是否不喜歡吃生物 不是不喜歡吃生物 是牛肉儘量… 有熟一點,好吃一點 沒問題,我有求必應 是 這碗叫牛里肌肉 還敢燒 這碗叫牛里肌肉 它沒有燒熟 我看到它的油在融化 這味道視覺的享受 覺得很舒服 其實平時人們會點這碗肉 因為它的油沒那麼多 如果經過火燒後 更加會把油迫出來 不怕吃牛,會很油膩 我試試跟猛烤有甚麼不同 好像很美味 很美味 眼睛反過來才說 行嗎?我推介錯了嗎 我告訴你,牛肉是要吃熟的 有些人喜歡吃七成 全熟的,其實全熟 不如吃牛肉乾,對吧 你這輩子沒吃過牛肉嗎 沒吃過這麼好吃的牛肉 它配上套飯,再加少許鹽在上面 味道會有點複雜 而且因為它好吃,加上肉汁 牛肉的汁 剛才剛才吃到有一點脆皮 旁邊的邊 你看到嘴巴好像炒潤唇膏 對… 這個有甚麼東西 全熟的西蘭 哪有時全熟的肉,還是西蘭 你試過再說吧 好吃嗎 好吃嗎 我第一次吃到這個全熟的肉 是我覺得好吃的 所以牛肉乾的朋友 你喜歡吃的話,這個就很難吃 你知道嗎 是 你最喜歡吃這塊肉是多少錢 這塊日圓嗎 不是… 不用,港幣70元 70元? 1千日圓就有 1千日圓就有了 有,還有這麼多塊 加上薯條和菜,是否很划算 但沒有飯 沒有飯,這裡… 這裡… 食店裡隨時也能享受燒肉燻酒屋的質素 再加上沒有負擔的價錢 真棒 奶美娟… 連美娟… 是 你喜歡吃這些東西嗎 你說這裡是一個多元化的建築 是嗎 是 原來這個層數是可以做這個工作室的 我知道你喜歡做東西 特意帶你來做而已 我本身又是一個藝術家 你又是文學家、藝術家 又讀過番書 你很忙,大哥 所以其實我的童年不太快樂 為甚麼 我要讀很多東西 即是你懂得做的 我們不用找人教,對吧 不要這麼說 不如你教我們吧 其實我覺得做東西是藝術無限 你喜歡怎麼做就怎麼做 總之就是你自己喜歡就行了 做手作仔是文青旅行必做的項目之一 不過每次都攪拌兩、三個小時 就好像不太划算了 這裡30分鐘的童藝班 在你完成你的大作之後 就有師傅幫你上色、燒製 再寄給你 加上兩百多元,夠划算了吧 一看就知道是紅家專用的 豉油碟 中間放蒜頭、辣椒 外面放豉油 如果你喜歡,混在一起也可以 如果有朋友在家裡聊天 開會也很好用 不得了 大哥,我的舊兜破了洞 我還打算裝水,怎麼辦 不要緊,你也要裝水 叫它在下面這樣接,不會的 這樣嗎 對,叫它裝水一點點… 讓它接,要裝水這樣就行了 他看得懂我做甚麼 老師說這個盒子很漂亮 說你是人嗎 不是,他說我很漂亮 兩個都這麼漂亮 是嗎 蜜翅主人形 真的像一塊梨 這是貝殼,你看看 對吧 這是貝殼 有些波浪在這裡 波浪,不得了 我畫自己也有的東西上去 甚麼 即是貝殼 貝殼和波浪 我的波浪… 很棒 不是,我分有經歷和波浪 用半小時就完成 還有專人替你賞色 燒製獨家的手信 真棒,我要繼續購物 你看橫濱這個海港城市 怎會不吃日本的S級海鮮 這間橫濺的海膽店 是當地人私藏的居住屋 很少女客認識你 而裡面最高級的套餐 就可以用12個方法 來配搭海膽 平均計算,60元就能吃到一款 真不得了 我們今天吃的拆拆鍋 12品全都是配搭海膽 和不同食材一起吃的 甚麼?剛吃牛肉 現在有吃牛肉 這是嗎 不,這是馬肉 這裡是馬肉? 這個也是嗎 這個是熟的馬肉 是 這個是生的馬肉 你可以把海膽混合 裡面有蛋黃,你看到 混合在一起 然後就像我們平時吃的芝士米 好 大哥,你先吃吧 這麼鐵身 我們做吧,好嗎 真的嗎 我知道通常是這樣的 因為日本吃牛肉刺身比較少 所以他們用馬肉做刺身 可能是比較多的 我覺得馬肉比較滑 因為它的脂肪和筋沒有那麼多 我覺得像吞拿魚 像吞拿魚? 我們吃的海膽是北海道的紫海膽 紫海膽 它的顏色會比較淺色 所以它的名字也叫白海膽 是這個嗎 這個… 這是紫海膽嗎 紫海膽加它的沙律醬 而沙律醬裡也有沾海膽 所以是海膽之中的海膽 這是甚麼 我先加這個多士 我看到有多士 這是脆餅 這個好像很高級 像這樣吃嗎 我覺得好像吃… 沒有過… 可以嗎 我覺得很喜歡這個忌廉 你喜歡這個忌廉嗎 這個忌廉的味道和足夠 是外面很少吃到這樣的感覺 而且如果要放在海膽之中 這是創意料理 我覺得其實有點像甜品 但鹹的甜品 鹹的甜品,即是鹹點吧 鹹點 再問問你們 是 如果被海膽刺到裡面,怎樣處理 我知道,好像吸毒一樣吸出來 然後再進入你的身體裡 很麻煩 會吹出來,這樣擠… 不是,其實是早期要怎樣做 即是刺到之後,你先撕出來 但裡面還有 你就用玻璃瓶 敲… 那不是做瓶嗎 敲碎了 好,然後被身體自己吸收 還有一個,如果被珊瑚椒刮傷了 怎麼辦 先上水 好,對的 然後… 再找醫院 不是 救生完 現在最近有方法 就是用檸檬切好後 然後去磨擦割傷的地方 先把菌灑灑進去醫院 但在哪裡找檸檬 對 意思是… 如果旁邊剛好有超級市場 剛好又在賣檸檬 你快點去買檸檬 其實可以用酒也可以 好,別人說口水… 你快要挑戰我 不是… 你在說海邊人的生活風格嗎 明白嗎 你不喝酒,我記得 你是鬼人 先吃了這個 這個厲害了 就是海膽加這個腐皮 我喜歡吃腐皮和糕製的食物 我覺得這個有點像豆腐花 因為兩樣東西都很滑 而且我覺得海膽拼在腐皮裡 海膽是特別嚴重的 海膽突然跑出來,知道原因嗎 是否有對比 我覺得是 你們可以開節目 我們可以開節目 我們可以開節目 是否更加進步了 更加進步了 怎樣?全部丟進去嗎 不,你看到這裡有很多 形形色色的刺身 基本上我們可以就這樣吃 但來到吃拆拆鍋 一定要沾一沾 充滿海膽精華的鍋底 而且拆拆鍋的重點 是不可以一次把它丟進去 讓它熟透 要只刷兩下就直接吃 你可以拆一、兩下 看到嗎?已經開始熟透了 但卻煎滿海膽的精華 如果不怕熱的朋友 可以一口吃掉 你不是給我嗎 不會太熱,因為拆了兩下 大家可以盡情一口吃掉 我先嘗嘗 很健康 可以嗎 蟹肉很鮮 加上這個湯底 海膽的材料 但我們沒試過炸海膽 你知道嗎 這樣吧 然後呢 炸兩下… 1、2 平日海膽是冷吃的 我第一次這樣熱吃海膽 但它的質感沒有溶到 我覺得像鹽鍋的質感 我覺得煮熟了,比較好吃 為甚麼 比較甜 而且海水味變淡了 那你這樣說,加白飯吧 為甚麼你會知道最關鍵的 就是當你吃完這個拆鍋後 會放些飯進去 烏到一個海膽粥 那個叫吹飯 對 是嗎 雜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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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可以了 可以了… 很熱 來吧… 謝謝大哥… 真的很有海水味道 因為它還有海膽,還有鞋肉 我覺得好像加了蛋黃拌飯 那個軟軟的口感 對 是嗎?大哥,別哭了 又怎樣 又很甜 我覺得這裡適合一些 很喜歡吃海膽的人 因為他們不會只吃海膽 一般般,很瘋狂 這裡他們已經幫你配搭 所有最適合的食材 你不用煩惱海膽怎麼吃 如果吃這麼多海膽 只需一萬日圓 大家又覺得… 很好吃,值得吃嗎 當然要一萬日圓 對 比我們還要買麵包 對 不是吧 但沒有那麼少買麵包 所以很好吃嗎?大哥 很好吃 很好吃吧 我聽到這個價錢,我也覺得好吃 捉了一個海膽湯 平坦兩百多元 現在吃了12款的海膽料理 再加三小時的飲品 值得嗎 你自己計算吧 找到了 你在找甚麼 汽水機 汽水機到處都有,Yoshi,好嗎 不,這個是特別的汽水機 在這個指定的汽水機 只要你下載這個應用程式 你買一罐飲品 就可以存在兩個印花 只要你存在15個印花 就可以免費一罐飲品 首先購買錢 然後選擇飲品 然後按按鈕,對準這個位置 看到嗎?就有兩個印花 先看看 有了… 它出了,你告訴你,可以免費 它是隨便給我們嗎 可以選擇飲品 可以選擇貴一點的 可以選擇貴一點的 不…大支一點,好嗎 喝甚麼?喝這個茶 這個減肥 減肥 不就有了 是免費的 我們每次都是買100元 130日圓 但送甚麼?送160日圓 你看看 對,你很聰明 我很聰明 記得拿回原本的咖啡,知道嗎 好嗎 謝謝 他很聰明 我可以看到 他很聰明 我不好吃 我本身有一個人 我會知道 他說你是不是 我愛你